眼见四姐和那个私家侦探都无法联系 我顿时慌了神 最终在拨打了无数次后 四姐终于给我回了电话 芸汐 你现在在哪儿 我打你那么多电话 你咋不接 我没出啥事情啊 之前在忙 所以没看到手机 别担心 我没事 在听到四姐说自己没事后 我那悬着的心态倒是放下来 好的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了 你们啥时候回来啊 我开口问道 沉默片刻后四姐回答道 我们应该还要一会儿 你在酒店等我就行 很快的 好 自己多注意点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好的 四姐说完我挂掉了电话 阿森看着我问道 四姐他们没事吧 他们没事 现在还在忙 所以就没接电话 那就好 对了 那我们现在咋办 就继续在这里等 还是先回酒店等他们回来 阿森说完我思索了片刻后开口道 三哥 我们先回去吧 我估摸着四姐他们今天不回来这里 等他们办完事情 应该会直接回酒店 回到酒店后 我继续联系那个私家侦探 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妈的 等我能联系上你后 你看我掉不掉你 麻蛋 打电话都不接 说不定人家现在全心全意的工作呢 什么叫做专业 这就叫做专业 你找对人了 兄弟 不对 到现在连个消息都没发给我 这很不正常 我必须立马给陈哥说下 说着我就拨通了陈哥的电话 陈哥 那个侦探中午失联后 到现在还是没接电话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应该不可能联系不上了 对了 你给了他多少码呢 两万 严了 那应该不会跑路 后续你的尾款都还没结算 最开始接你电话到现在时间过了多久 陈哥 从我第一个电话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内 那个私家侦探都没有给我回电话 听着我语气里满是焦急陈哥的 我知道了 你先没着急 我找人联系一下 你等我电话 挂断电话后 大概过来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陈哥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我这边找的人暂时也没联系上 都是打不通电话 见陈哥这样说 我立马意识到那个侦探被人控制了起来 好的 陈哥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再联系联系试试 那边也麻烦你再联系人联系联系 在挂掉陈哥的电话后 联系私家侦探的那个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但发现号码并不是私家侦探的 阿森见我没有接电话开口提醒他 李李 电话响了 咋不接啊 三哥 这个电话是陈哥给我的 一直都是单线联系的 他不可能用其他手机给我打电话 我懂了 你怀疑那个私家侦探被人给抓了 既然这样 不如我来接电话 他们不一定知道我的声音 阿森说完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于是将手机递给阿森 电话接通后 彼此双方谁都没有开口说第一句话 大家都等着对方先开口 就这样 电话两头陷入了沉默之中 阿森看着我 我急忙摇头 示意他别出声 这样僵持了一分钟后 电话那头那人还是没忍住开口 喂 你是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我内心里竟然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阿森毫不客气地对道 你打我电话 你问我是谁 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阿森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冷冰冰的声音 你最好客气一点 阿森的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我不客气你咋了 难不成还要弄了我 阿森说完电话那头那人冷笑一声道 呵呵 你说的没错 我是有弄你的打算 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 我立马就过来 见对方开始放狠话威胁阿森立声道 你有能耐的话自己找过来 没这个能耐就不要和老子逼逼赖来 阿森说完挂掉了电话 森哥 不知道为啥 就是电话里那人 我总感觉他的声音很熟悉 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这人的声音 像我这样说 阿森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头 真的假的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吗 还熟悉 我咋没感觉啊 对 森哥 我想到了 我知道是谁打来的了 是小七 这人我之前在木杰见过几年 声音我还是认得出来 说完我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喂 想通了是吧 想通了的话 直接告诉我 到时候你也可以少受一点苦 我说不定会给你一个痛快 小七说完我冷笑一声道 呵呵 你叫小七对吧 我没空跟你解释这么多 现在你把电话交给四小姐 听到我说出四小姐话 对方沉默了一回 好的 请您稍等 我马上去给四小姐汇报 说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 阿森一脸兴奋地看着我头 妈蛋 没想到真是四姐弄的 这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吧 阿森说完我点点头 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忽视了四姐 对于细节的补控 果然 大佬的子弟们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不一会手机再次响起 是四小姐吗 小皮皮 为啥是你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是我姐很意外吗 我话说完电话那头四姐语气 一瞬间就变得必要起来 所以 跟踪我的那个人 放在我身上的监听器 都是你们陈总安排的事吧 四姐说完我才意识 可能四姐误以为是 陈哥安排的人跟踪他的 我立马解释道 芸汐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刚刚开玩笑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是陈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现在那个跟踪的人在我手里 我已经让小龙和小虎去处理他了 你现在转告你们陈总 准备接受我的怒火 见四姐动真格后我赶忙到 芸汐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 是我安排的 四姐冷笑一声的 哼 这个时候了 你还帮着你的陈哥说话 皮炎子啊 我对你太失望了 原来在你心里 我还不如他 难怪我那天跟你说 我感觉被人监视了 你拐弯抹角地转移话题 现在 我问你最后一句 你如实告诉我 我身上的监听器 是不是你放的 芸汐 你真的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现在证据确凿 我还有什么可误会的 我知道 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四姐完全听不进去 只会觉得我再给陈哥说话 没有办法 我只能堵一下 先把四姐吓唬住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现在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马上给我回来 不然你自己知道我的手段 说完我重重地将手机摔在地上 阿森一脸惨白地看着我 现在怎么搞 万一四姐真的对陈哥动手的话 我们咋办 要不要给陈哥说一声 暂时不用 先不着急 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 万一两拨人真干起来了 四姐反而危险了 别忘记了这里是陈哥的主场 要是阿森发生什么 真是黄泥巴塞哭当 现在的我就是在赌 赌我在四姐心中的位置 会先过来找我 电话里面说什么都没有用 转眼之间 时间过来二十五分钟 阿森看了一眼时间 随后看着我道 现在只有五分钟了 我们咋办 我看着阿森郑重地说道 森哥 接下来的事情 你答应我 要保密一辈子 除了我们两个 谁都不能说 皮炎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也别让我难做 森哥 放心 不会让你难做的 不会让你拿喷子 对着陈哥 或者四姐他们其中的一方 不是这个事情 见我这样说阿森点点头 好 你说 我答应你 森哥 一会儿我话说完 你马上回公司 记住到公司后 不要给陈哥说这个事情 一切等我电话 我让你告诉陈哥的时候 你再告诉 我没让你说 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阿森点点头 如果四姐真的冲到公司了 你一定要拦住他 陈哥自己也知道这些东西 不会乱来的 只要你稳住四姐就行 我主要是怕他一旦控制不住动手 我们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好 我一定做到 阿森说完快不离去 这下车就要做了 你会做什么事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